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想說射球的力量 大部分會發訊息問我的問題 都是說不夠力 其實大部分人的不夠力 共通點都是一個 就是中前 一個中前的動作 絕對是限制射球的力量 為什麼呢 之前說過射球是由下向上的 當你由下向上的時候 中前就是正正令到你的力量沒有了 看一次 大部分人拿球的時候 是這樣的 尤其是貼肚 輕微中前 如果橫看的話 身體是中前 腳 重點 腳 在你下方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中前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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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訴你 你是中前 你中前的時候 你會怎樣 第一 你要射球的話 你會 動條 要拉後 因為你中前 要平衡回來 會變成這樣 沒問題 你只是一個2 motion shot 但是 如果要這樣的話 基本上你要一個很強的腕力 強如是哪個呢 例如 勒邦 麥克羅頓 Kobe Bryant 一個很強的腕力 拉回去 讓它入球 2 motion 沒問題 所以有些人問我 我可不可以做2 motion 沒問題 但是你要有一個很好的 飛躍力量 為什麼要飛躍力量 因為當你由後拉前的時候 你的胸部會很平 所以你看到我剛才舉例的幾個 他都必須要飛躍 令到胸部向高 明白 你要2 motion 請你飛躍 如果你要1 motion 像Curvey那些 或者K Thompson 你應該要怎樣做 第一件事 你不可以讓自己中前 腳 不是在你下面 應該在你前面 你現在在旁邊看 你才會見到 其實 我的身體在正中間 OK 好了 第二件事 我們射球的力量 我夠膽說是全部 向上的力量 跟踏直腳 向下 跟踏你的手腕 兩個力 OK 手 不用刻意地用力 手力用得越少 你越會準確 OK 記住一件事 第一件事 直 身是直的 因為當你身直的時候 不中前 直的話 你跳的時候 所有的力 尤其是你的腰 一定要直 其實我們射球的腰要 鎖 就是這樣 跳 不用手 跳 你可以這樣練習 跳 不用手 跳 OK 腰一定是直的 當你 腰直的時間 所有腳的力量 就會傳遞到你的手 OK 變相 你不用力射球 基本上你只用手腕力 控制球 OK 跳 手腕 控制它 向上的是靠腳 向下的 靠手腕 OK 再看一次 基本上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力的 你見過射球是不用力的 OK 好 接著另一件事就是 身要直 要搖 鎖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 當你射球的時候 其實呢 你的手腕 很多人都敢說要90度 這裡是不可能90度 為什麼呢 記住 這裡 是要向上 一定是高過90度 向上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第一件事 好了 上次說過 我們用掌骨去控制球 假設你用手腕力射 OK 現在 我的手 掌骨 感情線的掌骨 OK 碰在白色位置 OK 好了 當你如果這裡是90度的話 你拿球 其實就是拿這裡 在這裡 你的球其實根本是 一落碗只會向前 就是如果 如果我是平的話 我落碗 我只是向前 去射球 OK 好了 當你升高 即是上半咬後 這裡 上半咬 OK 我們上半咬後之後 你會發覺 你的掌骨位 碰球這一點 會變成正中間 而當你的右腳 在前 記住在前 你的球 應該正正就是 在腳的上面 成為一條直線 OK 那隻腳有多少的力量 只要你的腰直 你的腰不要亂 不要亂 也不要扭 你的腳用多少 它就有多少上了手 你看我剛剛輕輕一按 就已經是這麼大力 所以 不是我特別大力 記住 你只要腰直到 看著 跳 OK 跳 往起 跳 跳 跳 就是這麼大力 射球 OK 好了 射球 跳 明白 出來 跳 不用力的 就是靠 就是靠跳 和手腕 向上 靠跳 下來 靠手腕 OK 跳 明白嗎 再來 跳 腰直的 就是靠手腕 和那條腰 你會發覺射球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下腰跳 而且你也會穩定很多 OK 不要用手力 靠腳 這個 明白 就算再遠一點 這個位置 你也是靠跳 明白嗎 也是靠跳 不用記住 不是用手 很大力地推出去 記住 手力用得越少 用得越小 腳力用多一點 向上跳 落碗 控制拋物線 另外我們射球之前拿球的準備動作 很多人都是很錯的 第一件事 他們拿球 這樣看前沒有問題 但是看著 在旁邊的時候 這個肘 黏在身上 記住 我們射球的話 如果在旁邊看的話 這個肘子永遠都是離開的 一定會離開這個身體 為什麼這樣說 當你離開了之後 OK 你離開了之後 你的空肌和肩膀 向上 你射球的力量 順很多 但是 當你夾著肘子 在身體這一部分 OK 其實你看到 你的空肌 上空 跟前肩膀 拉平 其實你用不到力 你會鎖住 經常撬住 就是這樣 記住 我們去射球 加拿大 拿出來 記住 手肘永遠在肚子前面 另外拿球也是一個很重點 很多人拿的 在這裡拿 OK 假設你射球 我當不太高 在你額頭位置 很多人在額頭射 你的距離就是這麼長 OK 為何你接球的時候 不在胸口 接 胸口 射球距離就是這麼短 第一次 接 射 只是這麼短 OK 就是這麼短 如果你覺得有很多球員 問我怎樣射球快些 第一件事 你的球不要放那麼下 你放那麼下 你抽上來也很久 另外 距離 對方要打你 也挺容易 一下 我拿著球 我這樣就射了球 距離距離會短多 這麼多 這裡 同 這裡 距離差那麼遠 為何快 就是這個原因 你動作的 第一是怎樣可以再快一點 距離會短一點 接球前坐低 交球球 捉球 就是這樣快 不是特别快 不用特别加速你的动作 你只要剪掉你的动作 明白吗? 剪掉就只有这么多 全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OK? 这一部分就是说 拿球的时候在哪里 令你更加大力 而且当你的钻子黏住 射不到球 很辛苦你射不到 也会忠词 你明白吗? 记住,那钻子拿出来 OK? 那钻子记住拿出来 我们在这里接球 OK? 这样也能接球 OK? 这样也能接球 射的了 明白吗? 好吗? 记住 今天的重点是 腰直 向上跳 球向上的力量 靠直脚 向下的力量 靠手援 有没有问题? OK? 希望今天这个可以解决到 你们射不到三分 记住 如果你不是小学生 你没有可能射不到三分 射球是一个减法 是你太大力了 太大力 所以 我要用一个射法 去收回力 记住 记住 OK? 你没有可能不够力 因为你只要双手一推 你就一定是到宽 没有可能射不到 OK? 用一下你的脚 记住 是跳 不是韩 OK? 很多人射球是这样的 站直 韩 OK? 这个只是靠小腿力 这个不是跳 这个叫韩 我直接叫韩 牛 牛 OK? 我们记住 是跳 跳 OK? 跳 和手握 OK? 我很老了 三十多岁 我没有组织 没有组织 为什么射球真的那么柔软 不用那么用力 希望你记住 第一件事 腰要直 直的 直腰 手握 OK? 有问题 好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下次再继续 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传到我Facebook的组织 有人也会传到Instagram 你有问题就传片给我 你问我之前 麻烦 拍好影片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我四辆到三分 我不知道 我算不出来 谢谢你 好了 下次又来了 今天 完 很大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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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